检调单位侦办八德合宜住宅弊案 昨天首度借题远雄建设副总魏春雄 以及桃园县前副县长叶士文 而根据律师的转述 叶士文觉得自己对不起桃园县长吴志阳 身穿Polo山神情疲惫 桃园县前副县长叶士文在罚警戒户下 首度被借题征讯 因为涉嫌巴德合宜住宅弊案 叶士文被收押十一天 身刑明显受累的大圈 心情也受到影响 透过律师转述 叶士文对吴志阳感到抱歉 不过被指控向远雄收回一千六百万 叶士文涉及贪污罪嫌 律师团将讨论是否朝不违背 职务的行为罪名 或是以自白缴交犯罪所得 来设法减轻他的刑责 不过检方的侦办动作持续扩大 昨天晚间首度以证人身份 传唤新复发动作来道案说明 由于检方发现 叶士文不仅在天母有豪宅 戏纸也有两间房 她的女性友人陈丽玲 无业在家 却做有心复发的豪宅 因此怀疑叶士文在担任营舰署长时 以权势来胁迫建商借此得利 检方追查巴德合宜住宅弊案 夹紧脚步 在昨天提讯赵腾雄后 今天先后借题远雄副总魏春雄 以及叶士文 要一一比对他们的证词 了解所惠的过程 希望能够尽速理清真相 就算印磊琪踏不到